他叫黄旭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 2018年央视春晚上 他神采奕奕地向全国人民 送上了新春祝福 希望年轻人继续奋斗 勇于创新 为国生光 很多人熟悉黄旭华 是因为他有一个 更响亮的称号 中国核潜艇之父 1926年 黄旭华出生于海丰县 洪海湾区田前镇 于战火纷飞的年代 在日军飞机的一轮轮轰炸中 黄旭华深感祖国强大的可贵 他毅然放弃学医 投身军工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 母亲叮嘱即将离家工作的黄旭华 要尝回家看看 黄旭华点点头 可他心中明白 自古忠孝南两圈 他正在从事最机密的事业 对母亲 他只能做一个九不归家的不孝子了 那时美国和苏联的核潜艇相继下水 战争阴云密布 面对波轨云厥的国际形势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而那时 从事核潜艇研究的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核潜艇技术被美苏垄断控制 黄旭华和同伴们 只能大海捞针一半 从国外新闻报道中 搜罗有关核潜艇的直言片语 拼凑推理出核潜艇究竟是什么样子 没有计算机 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海量数据 为保证准确 科研人员分为几组计算 结果不同就重来 直到得出一致数据 只用了十年 1970年12月26日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又过了18年 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身前试验 62岁的黄旭华一同下潜 至此 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从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 到1987年 核潜艇设计师的身份解密 近三十个年头过去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已年过花家 三十年中 因为身份敏感 黄旭华如人间蒸发一般 家人一度以为 这是个不要家的不孝子 1988年 黄旭华终于母亲重聚 两人相对 泪如泉涌 这是积攒了三十多年的离别泪 更是中国人渴望复兴 渴望自强的幸福泪 孤天 不得 被人 赏 被 Gerade